哇 厲害了 他的關節比他的上背 還要再大大概兩倍吧 哇 他的手 不是值得耶 哇塞 他的商品名 騙人 但有個重點 這根本就不是同一件衣服吧 其實這件是我覺得這五件裡面 最棒的一件 冰絲的材質 怎麼辦 找不到他的缺點耶 完蛋了 跟第二件有得比了 一分錢一分貨 還是便宜有好貨 歡迎收看今天的 服飾開箱系列 那今天要開箱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身上 沒錯 就是女生夏天必備的 BRA TOP 這一次的BRA TOP 主要我們是選擇白色的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因為白色就是大眾款 第二個是其實白色的BRA TOP 很難找 因為如果你穿到一些品質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BRA TOP 很容易會積凸 不然就是你這個胸墊 整個都跑出來 然後這一次也是在淘寶上 挑選了五件 完全不一樣的BRA TOP 會有各自有不同的造型 那我們等一下會一一的開箱給大家看 不過呢 他們中間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的商品圖 也都非常的誇張 可以說是 YOSO NEPO HATCHIN DING COCO 非常的修身 話不多說 直接來測測看第一件吧 好第一件是這個 它算是BRA TOP裡面 我覺得比較長版的 然後材質上呢 中頸度不是到非常的好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商品圖 不能不說 我覺得它跟商品圖長得很像 可是穿在模特上面的時候呢 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耶 WOW 厲害了 它的關節 比它的上背 還要再大大概兩倍吧 WOW 它的手 不是直的耶 WONDER 中途呢 會凹進去一下 然後再凸出來 好啦 那差不多就這樣 我們馬上去換上來看看吧 登登 這就是我們第一件的BRA TOP 我覺得穿上去呢 舒適度算是蠻好的 不過 它的這兩片胸墊也太明顯了吧 基本上就是兩個三角形 直接讓大家看到的感覺 鬆緊度的話 我覺得一般般 胸口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前傾都還是沒有問題的 腰身就有點不是那麼的足 算是比較舒適類型的 然後它真的有點長 所以如果你穿了一個高腰的褲子的話呢 比較推薦它紮進去啦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看第二件吧 其實這件是我覺得這五件裡面 最棒的一件 第一個呢 是它的材質 冰絲的材質 穿起來呢 會比較有一體成型的感覺 接著呢 它的這個肩帶呢 是雙肩帶 可以增加肩膀這邊的一些裝飾 長度的話呢 不長也不短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看它的商品圖吧 第一張呢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胸部非常之大 那當然這個有可能是model本身自己條件好嘛 不過呢 我們現在看到 第二張 這個就不太一樣囉 然後呢 它的手也是像剛剛第一件一樣 都會有關節比上倍大的這個問題 但是它的商品罩呢 算是還蠻正常的 幾乎長得一模一樣喔 那我們就直接去試穿看看吧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件 我自己覺得還蠻滿意的欸 不管是彈性 造型 長短 甚至是這個胸墊的樣式呢 都比上一件還要好非常的多 怎麼辦 找不到它的缺點欸 它只有肩帶這邊呢 做的稍微緊一些些 但是這樣子呢 就會讓你的支撐度比較好 第二個呢 它這個胸墊是做連體的 這個好處呢 就是會讓它比較有一體成型的感覺 這長短我覺得很剛好 如果你今天是穿一個 像我這種褲子啊 或者是牛仔褲之類的 它都會剛剛好的銜接到 我覺得這一件的集中度呢 也比剛剛那一件好很多 雖然商品圖 胸得非常的誇張 但是呢 整體來說 目前這一件 算是我戲裡面 真的非常喜歡的一件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第三件吧 我覺得這一件呢 跟第二件沒有太大的差別 不過呢 摸到了 它的胸墊比較厚 它的集中效果 應該要比這件再更好 肩帶的話呢 是單肩的 然後應該有做一點露背 那這一件呢 它其實是螺紋的造型 我們馬上來看看它的商品圖吧 其實我覺得這一件啊 是五件商品裡面 修的最少的 不會覺得它的胸部 非常的誇張 所以目前看上去其實差不多了 我們就去試穿看看 完蛋了 跟第二件 有得比了 我覺得這件的特色呢 在於它的材質呢 不會有胸墊外露的問題 彈性也非常的好 你看可以看到 腰身的地方呢 也都包得很好 而且它的集中效果 比剛剛那件 又再更好了 假設要穿出門的話呢 我覺得這一件呢 又會比上一件更好 應該說是更辣吧 還有說到胸墊的部分啊 這件的胸墊 跟剛剛一樣 是一體成型的 第一個比較厚 所以它的集中效果比較好 第二個呢 是它的一體成型的 這一塊的部分呢 連接點又再更高 更厚一點點 所以中間這邊 也不會有外露的問題 其實這件真的很棒耶 然後它還有一點露背 就是有點小小的心機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第四件吧 這一件呢 我們第一個摸到的是 它的胸墊 大概跟我現在身上的這件 差不多厚 所以如果有彈性不錯的話呢 基本上集中的效果也會很好 它的肩帶呢 除了是雙肩帶之外 在它的胸口的部分呢 也各自有做造型 所以呢 這件應該會是 五件BRAW TAP裡面 看起來最特別 最不一樣的一件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看它的商品圖吧 哇塞 這商品圖太誇張了吧 這什麼東西啦 這等於是外線 才有辦法講這樣吧 不符合人體工學的比例啊 除非它的肋骨全部拔掉吧 接著看到後面幾張呢 也都是非常的誇張的 差非常的多 好啦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去穿穿看吧 登登登登 這就是第四件的BRAW TAP 我覺得很普通耶 果然是修得太大了 完全不一樣吧 第一個是 其實它的支撐度不是很好 胸部有點垂垂的 整體上也是偏鬆 然後它的材質穿上去呢 其實沒有很舒服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的磨皮膚 就是它有點粗糙 好啦 那就這樣子 我們來看第五件吧 說真的 第一眼看到這個商品圖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這五件裡面最不好看的 稍微看一下你就知道它的鬆緊度呢 絕對是非常不好的 再來是它的胸墊 基本上一折 就這樣子了 好吧 我覺得還是先來看它的商品圖好了 不是吧 超多的 首先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它的商品名 騙人 它說是冰絲的 但是 這個材質一摸 就不是冰絲的啊 我覺得老實說 它修的沒有到非常的誇張 但有個重點 這根本就不是同一件衣服吧 真的不是 它的腰身的部分呢 它都有故意的把它往上折 好啦 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試今天最後一件吧 登登 老實說 我覺得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糟 但是 也很普通 不是一件 很棒的BRATA 主要是它跟第四件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它的鬆緊度呢 實在是太不夠了 就會讓你的胸部看起來 還是有點垂垂的這個問題 今天戴的部分 很普通 目前穿起來呢 是有一點U啦 但是這個U的 很不集中 商品圖上的U呢 是那種暴乳U 啊我的呢 就是小朋友U 但是呢 穿起來也算是舒服的 比較適合在家裡面 休閒的時候穿 那我們今天的BRATAV開箱呢 就到這裡 剛好一段落了 出乎我意料的 有幾件 我還蠻喜歡的 這裡呢 要提到 它們的價格 都非常的便宜 有人民幣19塊而已 最貴的呢 也不超過人民幣50塊 所以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已經是滿足了啦 那我個人呢 最喜歡的是我們的 第三件 第一個是它的集中效果 很讚 就是要穿出去 蠟一下路人嘛 最不值得購買的呢 是第一件這一件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胸墊 真的是太明顯了 之後呢 還會有更厲害的開箱 那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然後後面的背景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全歪了 真的是全歪了 看到這個洗手台 看到這個鏡子 後面的柱子 全部都會 拖浪形下來的 你完全不知道 它到底是怎麼修的 它沒發現嗎 它真的沒發現嗎 還是它已經無所畏懼了 反正修出來好看就好了 好看喔